记者正宏达台北报道,台湾苏澳及东半球28号渔船于3月3日及4日被日本水产厅取缔紧追,并发射水炮驱赶。 外交部长吴钊燮指出,今年期雨了解,日方确实有执法过档行为,已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,呼吁日本未来误在执法过档。 一艘苏澳及的台湾海钓船日前于3月3日至4日连两天在我方的占定执法线东侧,连续两天被日本水产厅的公务船取缔紧追,并发射水炮驱赶,之后幸在海巡署船舰护卫下平安返航。 吴钊燮受访表示,左午经各部门研习了解,日方确有执法过档,已于左午在台北东京正式向日方严正抗议,呼吁往后在海上执法过程中不能再执法过档,否则会伤害台日间的友谊,未来只要有机会就会向日方提起。 对于未来台日于权谈判的态度,吴钊燮说,这件事不会影响我方的态度,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于民及台日友谊都是最好的,我方会尽量协商争取于民的权益,接着会向日方提起,盼日方答应不要再有过档的执法行为。 吴钊燮指出,我方于传在3月4日有违背国内相关法规并超出30台里范围,但日方在未达占定执法限及动用警备权不服国际法,至于我方于传在3日有无其他违反相关规定或台日协议的行为,要由于业署或农委会说明。